這邊是12公頃的 亞洲最大的樹葡萄農場 待會我們的陳園長 要來帶我們認識一下 來自巴西的樹葡萄 自己一進來有點嚇到 大很多耶 大,對啊 這都是差不多 最大的差不多四、五十年了 今天園長要帶我們 就是教我們怎麼採葡萄 對 採葡萄 有點累 不會辣 籃子大隻 一顆一顆 但是我們現在因為數量多 大概我們園區有四、五千顆 所以說我們 四、五千顆 你十二甲全部都是乳嗎 對,單一樹種 籃子 頭王子喔 來 來 王子 兩件 兩件王子 對,籃子還有一個左右 還是上下都可以 你說把它鋪在地上 對,對,地下地上 因為那個 怕掉下來就要 就是炸掉了 對,怕掉了 所以我們炸掉了 減少它的環狀力 然後呢 等一下那個 那隻打的 那個打的嗎 打打 敲啊,敲下來了 真的假的 真的,敲下去就下來了 等一下我敲給你看就知道 相信有不少人聽過 樹葡萄的名號 本名家寶果的他 因為含有豐富的營養素 在台灣已經有不少人開始種植 其中又以南投的埔里天啟最為合適 只是到底該怎麼採收 我們還真是一點頭緒都沒有 這油油亮亮的 我可以直接 這可以直接吃嗎 可以可以可以 我們這個天然有機無毒 天然有機無毒 摘一下就可以直接吃了 我吃囉 你吃你吃 這個怎麼會那麼大 一咬下去爆漿 然後整個葡萄的甜味 那個果香氣在嘴巴裡面散開 超好吃 園長 這我們可以邊採邊吃對不對 可以可以 這邊不怕你吃啦 反正你盡量吃 這顆吃完還有一塊 還有很多顆 對 十二公尺 來 稍微拉一下 不要讓牠受到二次傷害 所以說一次就要給牠一全秘密 說一次 說一次就要讓火落下去就對了 那我們要知道牠的要害在哪裡 對啊 所以說我們大部分都大概從這邊 因為這樣子面積比較大 對不對 你來稍微拉一下 好 有沒有 全部下來了 就是一槍秘密 要不然 你這樣在那裡 才會 遭到多 多的傷害 好帥喔 很像在打撞球 我覺得好恐怖 好來喔 一二三 怎麼查一下 怎麼查一下 你怎麼查一下 那個是 瞬間的 瞬間的 爸爸而已 我知道這一次 那這一次的力道就要 好 因為這個大概刺翔出來 沒有抓到那個瞬間點 有沒有 這是 瞬間爸爸的幾個那兩點 我要請看看 有沒有 哈哈哈哈 你那個太細了啦 不要啊 可以 還行喔 還行喔 我說園長 這種姿勢根本就是懸空在打撞球啊 還要兼顧力道跟準度 要是技術不好 我看撞個十次八次 都不見得能把整棵樹葡萄給清空呢 可能年輕一點你會沒聽過樹葡萄 或你聽過但你不知道它是什麼 然後你可能更沒有吃過它直接吃的 對 這個真的很早見 第一次看到第一次吃到 對 因為樹葡萄它就像 你看它這個撞到一下它就壞了 對啊 它基本上很難保存啦 它也市面上也不會有賣那種新鮮的水果 你說在水果攤吃到好 沒關係你那邊放就好 好 來 但蠻多就摔到地上也騎隻也就破了 對啊 水紅會不會撇 那個綠果還沒好 綠果是還沒熟的嗎 對還沒熟 這種就很酸 這不能吃啦 沒有你再吃吃 吃的會怎樣 吃的就很酸啊 吃的會怎樣 還有一 沒關係你吃看看嘛 來 來來來 真的假的 來來來來 吃吃看嘛 我一直在找一顆綠色的 我跟你講吃吃看酸的 還好啦 色 也沒有很酸 真的嗎 色色的 其實也不必吃耶 它綠色的蠻好吃的啊 對啊不同空間 比較像 梅子 沒有沒有 麻生 檸檬 我覺得也沒那麼酸耶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一種連霧的口感 對它跟連霧是同顆的 喔 沒怪 我會覺得有一種連霧的香氣在嘴巴裡面 原來樹葡萄除了長得像葡萄以外 其實跟葡萄一點關係都沒有 不過吃法卻是非常的多樣化喔 乾杯 乾杯 樹葡萄要落乳 對 我就是把鮮果先凍著 然後等到我要打果汁 我就把它加進去 就變冰沙 它這個是我們的 酵素果乾 這個至少要一年以上才有辦法 這個 像是你吃那個大顆的葡萄乾 口感喔 但它這個咬下去 這很像我們在喝那種 吃起來很流行喝那種果醋有沒有 就果汁自然發酵那種果醋 它這個聞起來有點像沙拉的感覺 麵包啊 嗯 放下去煎一下 喔 然後夾著吃是不是 對 看你要兩個 一片土豬放了 兩顆 就直接這樣 很鮮甜有沒有 而且有吃到那個 它吐司的酥脆 跟樹葡萄的這個果醋 做一個很棒的融合一個焦點 好好吃喔 聽經理說 其實樹葡萄不只吃法多樣 就連品種也因為產區不同而各有特色 其中要數日本福岡的樹葡萄最讓人驚豔 因為我們剛才看大很多喔 喔 打兩倍 對啊 大哥這個是什麼品種樹葡萄 怎麼會大成這樣 它是日本的我們福岡 它福岡那個省份處理樹葡萄 所以我們把它簡稱 台灣我們都簡稱叫福岡樹葡萄 因為它全部裡面它的花青素是最高的 喔 這一顆的顏色有沒有 它是有點像蛋咖啡色那種感覺 對 櫻桃的感覺 它沒有黑金沒有黑金 對 可是它要整個到 像譬如說像這個黑金的 這顆它有反光耶 對 所以我們就是它很亮的時候 它才有代表它熟度才有夠 很亮耶 很亮 它夠亮 它亮度要夠 就直接拔就好了 它直接拔就可以了 對 喔 你看它長得很不一樣齁 它就凸的 對 這一顆 有沒有看到 喔 喔 可以摘喔 可以可以 你可以摘在手上做對比 它會比較容易呈現 這樣 欸 有沒有看到這一顆 喔 有明顯又再大一點 又再大一點 對 這個明顯就硬了 你看喔 這個巴西的 有沒有就是我剛才講的嘛 旁邊那個大小 就葡萄大小 你看這個尺寸 這是成熟的 這還可以再更大喔 對 差很多 你可以吃看看 現在這個八成熟的味道 很甜 它皮比較酸 對 皮就是它還沒有到很熟 這個味道跟巴蟹不一樣 不一樣 它每一種的味道都不一樣 它這個吃下去以後 你光看它的肉 比較白 然後我覺得它吃下去 有那個什麼 欸 那個水果叫什麼 有一種水果 山竹 對 就是捏開的那個 對 山竹 很明顯的山竹香耶 對 它有 每個人吃完 它第一個印象是像山竹 為什麼 而且它如果在更熟的時候 它如果熟度夠的時候 它吃起來的味道 因為有另外一種 味道 就是 它有種 混合很多種水果在裡面的感覺 福岡樹葡萄不但長得大 也具有和巴西或是阿根廷樹葡萄不同的風味 當然就有不一樣的創意吃法 挺健的 這就是純果醬 對 福里的美人腿 非常有名的喔 直接沾著吃 對 很奇妙 第一次這樣子看著沾果醬吃 熟筍的甜 樹葡萄的酸甜 好多層次 好搭喔 對 而且很juicy耶 對 它這個水分喔 剛好把它這個微微的酸甜味 改掉 包住 對 然後它這個這樣吃下去 加上這個口感有一種creamy的感覺 看到這裡 大家是不是對樹葡萄這樣特別的植物 有了更深的認識 然而每一個季節都有適合品嘗和觀賞的物種 就像Mark待會要帶我們去的黃金隧道 肯定是嘉義春天裡最美的景色 只可惜小鋼我有其他任務在身 只好請Mark獨挑大梁囉 好 太漂亮了吧 黃花楓林木 黃色的喇叭盛開 好像在慶祝的感覺 而且這個黃花楓林木是巴西的國寶樹喔 那我們是在嘉義的浦子溪畔就可以看到了 這個長度大約有一公里 很美很相義幅畫 好像在國外 所以被譽為最美的黃金隧道 花旗就是在三月初 大概只有短短的三到四周 所以觀眾朋友可以把握這個時間 趕快來看一下